哈哈金语在直播上被大儿子反咬一口的画面 引起为我们报效 去了解当天哈哈在直播中 打电话向大儿子俊 请教一些玩游戏的建议 然而在通话的过程中 哈哈意识到儿子的用语不妥 便提醒他对长辈说话是要使用金语 没想到儿子竟反驳我不要 为什么爸爸你就不用对阿嬷使用金语呢 这和我不是一样的情况吗 所以我也不用跟爸妈说禁语 一番话让哈哈听了超级无语 后来哈哈也逗趣表示要给儿子出演费500韩元 让Gin听了严肃的表示 500太过分了吧 可以给我5000或1万吗 对此哈哈也趁机反击 你应该把能够出演当作是自己的荣幸 你爸可是百万youtuber 以后你想要进行youtuber活动 别指望我帮忙 你要靠你自己 然而Gin也不是省油的灯 尽机制回应 爸爸你不也是靠着其他艺人的帮忙吗 让哈哈再度无力招架 而网友们看到后也纷纷笑说 有其不必有其字 他绝对是未来的综艺之星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